第七百五十八集 十几万里外 大黑狗一声长嚎 出现在一片荒漠中 我的手段 你也想推演出来 尽管去世吧 你们 前方一座祭台上 将一辰的身影浮现而出 他被空间陷阱拖到了此地 困在了血色高台上 大侄子 我们又见面了 将怀仁不怀好意地走了过去 我说小子 我们甚至想念你啊 李黑水不断地活动筋骨 黑黑地笑着 将一辰的肠子都毁清了 为什么要去摇池呢 如今被几个人给堵住了 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事情了 他真想一头撞死 大侄子 见到小叔叔怎么不说话了 将怀仁笑问道 你不是要干掉我们吗 在江族的时候呼风唤雨 多么的威风 现在继续啊 这小子不咋地 给本皇当人宠宠都不要 我要在摇池圣会上选一个绝带圣女 黑黄在品头乱足 我上次镇压过你一次 最终将你给放了 你可真是不长记性了 以为有一个绝顶大能的爷爷 有一个强大的家族 哼 就无所忌惮了吗 叶凡脸上带着笑意 血色的记台上 将一尘脸色发白 这一次是真的怕了 落在这几个恶魔手中 他都在考虑 是否先自杀了 你 你 你 想怎样 他 话语颤抖 一度认为 几人想把他给活记了 不然为何束缚 在这样一座血迹台上呀 大侄子 瞧你那点出息 说话都不利索了 没事 有叔叔在此 没有人会杀你 江淮人笑得很灿烂 小叔叔 我错了 你们放过我吧 将一尘心中惧怕 咬着牙低头服软 啥 没听清 江淮人掏了他耳朵 大声问道 小叔叔 你 放过我吧 江一尘提高声音 面色有些潮红 对方与他年纪相仿 这样称呼 让他腻得要死 大侄子真乖 这次不想杀叔叔了 也不骂叔叔是杂种了 江淮人笑道 柳寇问 我们都是江淮人的兄弟 大侄子 你是不是也要叫声 好听的呀 江一尘眼中露出一缕凶光 但很快就掩饰了下去 七位 你们想怎样 就直说吧 大侄子 别多想 我们只是找你 叙叙救 李黑水说道 江一尘心中发闷 只要你们将我放了 我一会给你们足够的员 想要圣主级兵器都没问题 你们江族在远古时 可是出了一些圣人的 埋在你们的陵园 太浪费了 黑黄狮子大开口 我不要横宇大地的尸体 给一具圣人的尸骨 应该没问题吧 江一尘神色发僵 一只狗就有这样的要求 那几个恶魔的条件 岂不会更苛刻呢 当然 他不了解 这只狗才是最贪婪的 江淮人 袭了一眼大黑狗 江族的远古圣人 肯定也是他的祖宗 自然不会认他胡来 叶凡想了想上前 你们江族神体到底是谁 对啊 东荒一下子出现两个神王体 这是多年未有知识 他到底是谁 是男是女 吴中天也很想知道答案 该不会就是那个江一妃吧 我始终觉得 他实力深不可测 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江一尘答道 哼 到现在了还嘴硬 大嘴巴抽 打到他服帖了算 出了问题 我这个做叔叔的 单着 不 你们 不要 紧接着啪啪啪的声音 李黑水那柳寇 没有一个是心慈手软的人 对付这个曾经要弄死 他们的江族传人 自然不会留情 大嘴巴抽的山响 江一尘眼神阴逸 心中有无尽杀意 但是演一下 却只能忍着不敢叫板 他 他很神秘 这只是家主一脉的人 胡说八道 江华人赏了他一个大耳光 神王血液 在我们这一脉流传 怎么跑到家主那一戏去了 连这都想欺我 我 我没有说谎 这是真的 家族中有传言 那个神体是家主 从外面抱养回来的 非我江族人 江一尘不想挨嘴巴 大声说着 什么 居然抱养回来一个神体 几个人都大吃一惊 心中琢磨了好一会儿 最终 江一尘无论是哀求 还是大骂都没有用 几个人决定将他镇压 镇压一千年的话 这小子骨头渣 就剩不下了 就镇压他个五百年吧 黑黄一双大爪子 一顿乱划了 将各种宝贝都给刮走了 你们 你们不能这样对我 江一尘死的心情都有了 他没有想到 几个人真的要将他 镇压进茅坑里 妈的 鬼叫什么呀 你大伯已经 掀你一步养老去了 现在才轮到你而已 李黑水踹了他一脚 噗通一声 江一尘坠落进茅坑中 满身污迹 顿时惨叫 并没有什么伤势 但却撕心裂肺 额头青筋乱跳 黑黄直立着身子熟络 明显是站着说话 不腰疼 你可真是温室里的花朵 当年你的祖先 横宇大帝 赶去太出禁地 铸圣炉灭掉了 堪比大帝的无上存在 你不过是掉进茅坑而已 算得了什么呀 真要追进太出骨矿 你还不直接得吓死啊 你 你进来试试看 将一成块气疯了 差点将胃吐出来 破口大骂 别跟他废话 赶紧这样 叶凡削了一块石碑 扔入茅坑中 你在此好好修行 五百年如果能够活着出来 会修成正果的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 江一辰大叫 但是却被石碑一下子砸了下去 被阵封在茅坑底 这小子该不会气死吧 能熬过五百年吗 此地可没什么灵气啊 想那么远干嘛呀 这鸟人就该被阵进茅坑中 要不我们做一个藏宝图 分成数半 扔出去 也许百八十年后 就会有人寻到这里来 太损了你 竟然一边议论 一边远去 可探江一成 开始了漫长的凹炼 不知何年何月 才能重见天日 一路远行 叶凡想将池水搅浑 在一座破败的古镇上 寻到了人世间的古老印记 留下深渊 请他们出手杀人 半个月后 一则消息传出 北渊黄金家族的第一传人 金齿霄 遭人刺杀 身负重伤 这个小子修为吓人哪 连人世间的种子 王者都失手了 李黑水他们吃惊 体内流堂有太古王的黄金血液 怎么可能会平凡呢 绝对实力恐怖 叶凡点头 那一晚流血大战 金齿霄画出道宫中的一尊神奇 绝对不比诸圣子弱 可想而知本体的强大 此时他们身在一片绿洲中 方圆能有八千里 生机勃勃 到处都是原始山脉 乳龙蛇病例 非常安宁 雄川 老不死就聚于这片绿洲中 绝对没有人敢在这里闹事 吴中天说道 老不死 是一个传奇 为北渊第一大寇 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容 更不知道他到底活了多么大的年岁 诸圣帝都忌惮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 别说为名的 别啊 我跟我们要抓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